好 很多人还是在说 现在想要当个幼科 蝸牛还是好难好难 可是明明打草房的修法 已经是公布一年了 我们来看看房价 却还是有很多地区越涨越修 首先在北台湾的新建案部分 涨幅比较高的 最高是在宝山区 它在去年第四季 一平是35.5万 年涨幅是来到了83.9% 再来依序是 北区竹东 香山 另外英哥三峡的部分 年涨幅也是有28%左右的 我们就来剖析这几个区域 首先在新竹市北区的部分 主要是因为成熟的生活机能 以及临近高价区 所以这个房价是越来越贵 另外在榜单中的英哥三峡 则是因为有捷运三阴线的部分 那其中涨幅最惊人的就是新竹县的宝山了 为什么呢 主要还是因为台积电打算在这边扩厂 以及造证案的开卖 所以也导致这个房价是越来越贵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